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來海南市 來水郊社文化園區 來探訪櫃子山 櫃子山標高29公尺 原地有一等三角點 不過他一等三角點的位置 就是在現在我們看到的消防隊 台南市第七消防大隊的位置上 現在我們看到的這一台就是F-86 冰島式戰機 是美國二戰後設計的第一台噴射戰鬥機 現在我們來到櫃子山的登山口 櫃子山是以前就台南市最高峰啊 標高29公尺 立有連勤測量隊的日食三角點 櫃子山就稱 櫃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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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名稱不好才改稱櫃子 現在我所在的位置就在這裡 櫃子山的 算是南側的登山口 水交涉一街 我們這樣子走上來 走到山頂碉堡之後再到櫃子山的三角點 這裡就是連勤測量隊的日食三角點的所在位置 現在我們看到正前方就是櫃子山的山頭啊 那三角點的位置啊 步道非常的好啊 整間的相當的漂亮啊 算是台南市運動的好地方啊 它以前還沒整治的時候沒那麼漂亮啊 現在整治之後還蠻美的啊 它以前這裡就像個廢墟一樣啊 山頂進來做碉堡 等一下我們可以來看一下碉堡啊 燈堡也是蠻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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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這裡 作用不到做什麼的 它應該大部分都還沒弄好啊 應該大部分都還沒弄好啊 這個也是蠻奇怪的地方 這個也是蠻奇怪的地方 這個作用不知道是幹嘛的 好像是以前類似那種電報的裝置吧 好那我們走出去 走過來就櫃子山了 號稱台南市區啊 最簡單的山啊 登頂也不用一分鐘啊 懶人登山路線啊 山頂也有個涼亭啊 它這裡有解說啊 那以前是個涼亭啊 在日本時代的時候啊 這個叫矽劍秋啊 民國1955年的時候 12月14日啊 年輕測量隊 跟美國地理協會在這裡 成立了中美聯合日環石觀測隊啊 在櫃子山的涼亭設定 設置那個日測點啊 山頂這裡就是它的 三角點的位置啊 雖然是台南市的小山丘 雖然是台南市的小山丘 可是它所在的位置相當的好 展翁也不錯 現在我們準備下山了 櫃子山的三排 三名牌就在這裡啊 可以來這裡照相留戀啊 以前台南市的最高峰啊 櫃子山這裡逛一圈 也蠻簡單的 這就是剛才我們看到的碉堡 碉堡的位置 還蠻神秘的一個地方啊 不曉得它的作用是 最早是做什麼 現在也可以進入參觀啊 現在也可以進入參觀啊 現在這個時候 來走櫃子山還蠻涼爽的 這樣子就歐走一圈了 蠻簡單的一個地方 蠻輕鬆的 輕鬆愉快啊 這邊就回到了登山口啦 櫃子山又稱櫃子山 櫃子山 奎斗山 標高29公尺 山頂建有 襲日為測量日時而建造的 水泥良品 裡面設有年勤測量處 測量隊 日時佔三角點 櫃子山雖為小山丘 但為襲日未改制之前 台南市最高峰 距離櫃子山 東北方約 170公尺處 標高26公尺 立有一等三角點的奎子山 在現今台南市 第七消防大隊位置上 一等三角點早已遺失 櫃子山與奎斗山附近 據文史所稱為 比價連峰 但因都市計畫而產平 這裏就是水交社公園 以前的建村遺址 櫃子山下山之後 可以來探訪 他的眷村 日式建築 最早櫃子山從這裡走上去 這一個櫃子山的以前的山牌 從這裡看上去櫃子山也是滿高的 大概有三四層樓高 他的山坡是一層一層的建築 中文字幕提供 你寫下山剛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